热点资讯,时事点评,大家好,我是小枫 佩洛须准备窜访台湾,引发重大军事危机 7月28日,广东海事局发布提醒 在南海大湾山岛东南,琼州海峡西部海域进行军事演习 27日,第73级团军某两栖重型合成旅组织两栖重型合成装甲部队 展开粤海夺岛体系联合登陆演练,建制台湾 此外,北部战区开展铁水联运演练 部队在港口卸载后,机动至铁路运输线 利用野战站台车架设起的临时站台,完成铁运换乘 最新卫星照显示,距离台北最近的解放军福建龙田机场 近日扩建工程疑似完工,基地内出现侧位战机分队 以及有已退役的歼6改造的无人机 最近,一架歼20与四架歼6同屏出现在某空军基地 这正是目前中国空军探索尝试的新战术 以歼20为指挥核心的无人机封群战术 中国双座版歼20在有专职飞行员的前提下 位于后座的武器操作员,可对无人机群发出指挥命令 像此前美国测试中出现的多达上百架无人机群协同攻击的效果 也将不再是梦想 在未来武统的开始阶段 这些无人机会根据预设的程序 以团为规模飞往台岛上空 这种从飞行特征到电磁特征都与有人歼机极度相似的飞机 能有效地欺骗台军的各种地空导弹雷达开机锁定 或使其消耗宝贵的飞弹库存 歼6无人机填装了以吨计算的装药 以及有一定电子战能力的反辐射导引设备 在发现了这些开机的防空阵地之后 就会一头俯冲下去 成吨的战斗部与没耗尽的燃料单机 就能摧毁一整个防空阵地 残存的台防空雷达会被我军歼16D运8电战机 侦测捕获和定位 随后发射反辐射导弹 对其进行精确猎杀 多个迹象表明 我军这次是真的在进行千军万马过海峡的准备了 环球时报旗下微信公众号 舒密院10号推算称 美军声称 要为佩洛西提供飞机 首先想到的是C-17运输机 它具备一定的自卫能力 但是C-17从华盛顿直飞台北松山机场 距离约12633公里 必须空中加油 只能从日韩基地中转台北 坐机一定会经过东海附近上空 届时 歼16甚至歼20 在预警机的指挥下相互配合 一前一后 一明一暗 可以去半飞拦截 在对方处于台海上空的时候 可以先半飞通过无线电进行沟通 这个时候 佩洛西的飞机还没犯国际法 但在即将进入台湾空域前进行警告和拦截 美军可从日本冲绳基地 或在航线附近的里根号航母起飞战机护航 台军防空系统也会进行跟踪监视 不过中方有歼16D进行压制支援 陆基导弹部队对美航母进行威慑 这样的话 美军占不了什么便宜 甚至说非常被动 另一种可能是 为了降低解放军拦截的风险 佩洛西先飞往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 然后从关岛由东向西飞向台北 或者从其他方向进行中继 然后从东部进入 这条航线距离大陆比较远 可以给解放军的半飞拦截制造障碍 美方仍然可以从冲绳基地和航母起飞 飞机进行护航 但是如果美国这样选择 就要从趾高气扬防台 便偷偷摸摸防台了 而且解放军的空中力量和陆基导弹 是能够抵达台东部的 美军方除非想把佩洛西陷于死地 否则也不敢首先对解放军开火 这种情况下 解放军进行拦截 也足以对佩洛西构成强大威慑 美军在日本部署有F-15 但考虑到隐形战机 对非隐形战机的杀伤比率 约为10比1 因此不可能用这种战斗机护航 因此F-22是首选 其主要部署在夏威夷和阿拉斯加 美国必须先将F-22移到东亚 为躲避中国导弹 可选的只有距离台岛 2900千米的关岛基地 F-22的可用率 在2021年时为50.81% 最多可以出动25架到西泰 但护航最多6架 支撑25架F-22和相应的支持飞机 往返至少需要34架加油机 美军在关岛也没这么多 而解放军有第三航空兵旅的 24架歼20可用 可在靠近台岛以东的海区 建立三个空中巡逻区 美国E-3预警机 就被迫后退150-300海里 也就不能探测到海峡内的低空目标 即使E-3预警机不退 也发挥不了作用 其对隐形战斗机的探测距离 也只有35公里 失去特种飞机的支援美军 将对175-210海里外的空情一眼黑 但护航仍要继续 F-22需要飞行3.5小时才能到达 期间要进行两次空中加油 在这期间 J-20从五湖起飞 半个小时可抵达东海上空 在预警机的指挥下 在直近800公里的警戒区内 伺机而动 作战模式是雷达不开机 由预警机指示目标 中国的空颈500 是用反隐身的相控阵雷达 对隐形战机的发现距离 远于E3预警机 当预警机发现佩洛西专机后 不断修正目标信息 引导歼20 悄无声息地向目标扑去 在距专机约150公里出时 对预警机进行确认后 歼20随即打开 20瓦的有源相控阵雷达 雷达屏幕马上显现出 运输机硕大的亮点 锁定后立即发射 两枚霹雷15中距空空导弹 随后雷达短促开机 以几个脉冲引导导弹进入自主攻击 然后脱离接触 搭载双脉冲发动机的霹雷15 可以保证末端的高速度 对笨拙的C17几乎是一击即杀 如果美军将F22布置在前方 歼20就必须穿透F22的拦截 F22没有光电探测系统 在没有预警机的情况下 只能打开雷达 10瓦的AN APG-77有源相控阵雷达 理论探测距离是296公里 但对隐形战斗机只有25公里 一旦F22开雷达 就像在黑夜里打开手电 探测距离越远 就越容易被用三角定位原理发现 歼20拥有光电探测系统 雷达不开机 没有预警机也可搜索目标 尽管F22有红外隐身措施 但红外特征仍然可以在100公里外 被跟踪和锁定 歼20发现F22就立即发射霹雳15 F22只能凭借雷达告警器 捕捉到歼20的雷达方位 由于F22的雷达 不能在40至50千米之内发现歼20 而歼20的雷达是短促开关 F22只好向雷达告警器显示的方位 发射AIM-120C导弹还击 可AIM-120C的弹载雷达对隐形战机 有效探测距离只有2公里 这样盲射自然不可能打得中什么 而歼20可以通过红外探测系统 引导导弹扑向F22 F22只有两个选择 一放弃护航 将发动机功率推到最大 滚转转弯180度后逃命 其逃命技术可谓举世无双 一旦进入超音速巡航 可以甩掉任何三代机 但是转弯过程中飞机会逐渐从 1.4马赫降到0.7马赫 转到180度时 时速只有555公里 这个速度无疑是逃不过 5至6马赫的霹雳15的 何况扔下佩洛西专机可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所以第二个选择是继续向前 打开发动机加力转向120度 利用飞机和导弹飞行路线的夹角 在飞机态势显示器上 不断缩短的红线 几乎要与飞机重合 突然进行9个G转弯机动 在导弹还没反应过来时 使飞机与导弹形成90度夹角 就可以躲过导弹 这时双方进入目视距离之内 刚刚超机动动作损失大量能量的F22 速度只有0.8马赫 如果歼20发射红外制导导弹 F22无处可逃 如果被解决掉 佩洛西专机要么被击落 要么中国放弃一马让它返航 根据美军自己的F22和歼20的模拟交战数据 美军早已将歼20当成F22的唯一对手 而且还是底细不足缺乏信心 美媒建议用航母护航 那雷达性能 飞行性能 火力都不如歼20的F35 更挑不起这一重弹 就看佩洛西有没这个勇气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